说到林志颖,大家都不陌生,毕竟是不老男神,是90年代的万仙少女的梦中男神,只要她的小旋风一刮,就能风靡整个亚洲。 当年小虎对F4都得靠边站,文章看完转发收藏好不好,和小姐姐一起讨论下这篇文章吧,原创不要复制张贴我,我们一起相互关注,送你个小对象林志颖不仅帅,还是个全能型艺人,她既是演员也是歌手,还是出色的翻车手。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视剧,就是天龙八部绝带双家歌放羊的星星,像歌就有,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,17岁的羽翼,车队又凭做车队,虽然如今的林志颖名声不如过王,但是升级成奶爸的她还是非常引人注意的。 在结婚之前,林志颖和林欣如更是有过一段长达六年的恋情,两人当初是在拍校园改死队,时相识并且不生情愫,进而就走到了一起,两人交往的时候,由于林志颖比较红,而林欣如只是刚出道,林欣如不愿让人以为她是借飞文来炒知名度,所以提到这段感情,时,都会用美丽的误会来解释。 然而这段恋情仅仅维持了六年就分手了,两人在交往中时常争吵,期间两人又经历几度纷纷和和,又传言说两人分手,是由于林欣如不大陆开团诸葛的时,因剧所传出苏有横狂追林欣竹,两人热恋说甚嚣成长。 后来谈起当年分手原因,双方都谈说是一地导致的,分开后的两人也各自有,继了自己的家庭。 林志颖在2004年,某车展上认识了模特陈若宜。 林志颖对她一见钟情,不仅后两人相恋然后秘密结婚,直到生肖大儿子Kinney才公开结婚的消息。 后来陈若宜又为林志颖生下二胎,刚好是双胞胎,一举得良,不亏。 而林欣如也在去年一次性把公开恋情结婚怀约都搞定了,速度快低令人惊惨。 正如赵川说的,女人引以为傲的不是你的身体,而是你尚解人意的心。 大家都知道赵川老师在情感问题上经常能一针见血知之中心,解决了不少男女的感情疑惑。 比如前段时间赵川老师重新引领的现在就告白第二季,现在就告白情感嘉宾梁师明点评说过,世界上感情类型太多,然而我们见过的却很少。 不要让我们一直禁锢在一个圈子,要想不让自己受到伤害,就应该保护好自己。 你们觉得林志颖帅吗?